今天我们的奥运火炬手介绍将带来一位警察叔叔的故事 保护人民安全是每一个民警的职责 而民警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 为外国朋友排游解难 更体现了中国警察的魅力 下面要看到的这位火炬手就是一位双语警官 看到这个场景 您是否觉得这位警察很有两架子 他叫刘文丽 是北京市公安局北海派出所的一名警官 每天他都在景山公园万春亭附近执勤 而刘文丽学英语之路也从这里开始 万春亭一带游客较多 外国朋友也是络绎不绝 他觉得如果在自己本职工作中遇到外国人求助 能应对自如的话 那才是自己的真本事 于是他决定自学英语 英语成了他与外国友人有益的桥梁 刘文丽下班回家更是用功学英语 他觉得光学一门英语还不够 渐渐了他学会了法 德 俄 日 西班牙等13种日常用语 并且获得了北京市英语口语等级证书 北京市民生活英语电视大赛优秀奖等 这些荣誉的获得使刘文丽更加以身作则 而能够成为雅典奥运圣火的接力手 更是圆了他一个梦 奥林匹克能让一个普通民警参与到里边去 我觉得更有它的现实意义 我们北京是冠军乃至全国冠军 把援奥运是我们义不用负责任 参与到奥林匹克当中来 是我们多少年的一个梦 体育频道祝京记者报道 好 好